越跑量希望可以做到大概是250到280公里 間線訓練可以刺激我的最高上量的提升 那週末的長跑可以讓我的約翁累積 因為直飛都只剩下比較高級的倉等 大概就是要5萬塊左右的機票價錢 其實我到Expo去報到的時候 是沒有拿到我的號碼簿的 所以我後來又跟了台灣的旅行社去接洽 然後又轉介到國外的學生 哈囉大家我是顏家梁德瑞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做黃金海岸馬拉松的復盤 今天這一集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在準備黃金海岸馬拉松的過程 究竟在賽前的訓練準備的如何 那這次的黃金海岸馬拉松行程 總花費大概是多少 以及賽事推不推薦大家參加的一些心得來跟大家分享 那相信大家如果看到這支影片 應該已經看過我們的賽事心得 就是真的實際比賽的過程 那不知道大家看了影片過程當中感覺如何 那如果還沒看過的話也可以點這邊回去看一下 我們在上週已經發布的這個賽事影片 那這次黃金海岸的準備週期 其實是嚴格算起來應該是6到7週的時間 因為我從倫敦馬拉松大約4月中後結束之後 後續還接續了好幾場比賽 就是4月底有Challenge Taiwan 113的個人賽事 然後在5月初有一場101的登高賽 所以老實說我在倫敦馬結束身體比較疲勞的情況 隔兩週的賽事準備 週間幾乎是沒什麼訓練 就希望讓身體好好的恢復完全 所以那時候其實是訓練來說是有點停滯的 那從5月10幾號一路到7月第一週 就是7月5號的這個期間 大約是有6.5週的時間啦 所以我們就先姑且算6週好了 這6週的時間安排其實很有限 因為畢竟聚集三場比賽剛結束 一個半月後要再比下一場 這個週期的準備來講 其實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算是身體疲勞 算需要去監控的很精準 然後盡可能不要受傷的情況來完成 那我們回來總結一下我目前的訓練計畫 就是我在5月份大概執行了3週的訓練 那這3週的訓練分別從 週跑量45公里、55公里到70公里 就是慢慢是循序漸進的疊加上去 每個禮拜大概都是增加5到10公里這樣 那在6月就開始是比較真的是大量的客表 然後也是身體適應比較 我覺得算是狀況比較好的一個月 那個月的跑量 第一個月是6月第一週75公里 第二週是85公里 第三週是77公里 第四週是70公里 其實以里程來講也是逐漸疊加 然後開始準備減量 因為第四週再來就是要直接去出發澳洲 所以我們第四週是有稍微減下來 那以里程的安排來說 這個目標是希望我週跑量可以跌到至少70以上 那月跑量希望可以做到大概是250到280公里 是我那時候設定的訓練目標 那因為其實我在去年台北馬的週期 當時候週跑量可能只有50 月跑量大概220左右的這個狀態 跑到破山是有點運氣好啦 但我自己設定希望可以把里程累積到250以上 我覺得對於我的訓練後段 跟比賽的後段是比較不容易受傷 然後失速的情況也不會這麼早出現的 所以才會把里程這樣逐漸疊加 一個禮拜的安排還是以大方向的三次強度 然後其他天都是慢跑 用這樣的模式 在強度的時候 間線訓練可以刺激我的最高上量的提升 那週末的長跑可以讓我的遊王累積 維持在一個比較接近比賽的這種狀況 一出發可能就是要跑個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才可以停下來 過程中要去練習 我在幾公里的時候要吃果膠 幾公里要喝水 那還有很重要的是我在比賽過程 要在幾公里的時候拿出我的相機開始做拍攝 這些都是我們在週末長距離中 比較重要的訓練目的 那還有一個節奏跑 那節奏跑比較像是預植區間的練習 就希望可以維持在有點喘的強度 可是距離又沒有那麼長的情況下去 稍微體驗適應一下 比賽跑那種速度的感覺 因為其實只有一個間歇 高於比賽強度很多 跟一個長距離低於比賽強度 其實沒有一個剛好中間的 所以預植強度就是在一週裡面 扮演一個還蠻重要的角色 那時候的訓練目標就是以這三個大方向 那其他天就是以慢跑來代替 所以我以自己的訓練狀況來說 我個人認為是準備的還算完整 那當然比較稍嫌可惜的是 就是賽前的兩次比賽配速的目標 其實是有一點點沒做到 所以當時候有點沒信心 就是週末希望做25K跟20K 要跑到4分15秒左右 但第一次25K其實是沒跑到的 那時候只跑21K然後跑4分19 但第二個禮拜賽前一週 我們其實還有做一個21K的模擬 4分15左右 可是里程也是沒到 原本目標設21K 後來只跑18K 因為真的太熱了 在7月初天氣真的很濕熱 我覺得訓練有點稍微沒那麼有信心 所以我自己在比賽前 就是前一週還做了一個5K測驗 大家應該有看到 我們5K比賽的影片已經上線 那那個測驗就是我 因為在賽前的準備 週末長距離比賽配速來說 沒有達到我設定的目標 我覺得心理上有點點信心不足 所以就去跑了一個5K測驗 比較快比較高的強度 然後距離比較短 去驗收一下自己現在能力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的目標 那那時候的5K也破了我的最佳 所以我覺得 也算是重新給自己一個 強心針打的定心丸 那用這樣的狀態才去參加比賽 我覺得算是在賽前準備來講 只有7週左右的時間 已經是我能做到最好的模式 把我的訓練堆疊起來 以復盤的訓練來講 大概就是這樣 那大家聽到現在可能有點頭昏腦戰 哇 聽起來很複雜 然後很多里程或很多公里數 那我幫大家簡單歸納 就是簡短來講 我覺得至少要準備一個全馬週期的話 不要像我這樣 就是只有6到7週其實有點不足的 但如果你把時間在拉長來看 前幾週的倫敦馬都加進來的話 其實整個週期 應該我們已經有run了12到16週左右的這個時間 那中間當然有第一個倫敦馬的比賽 然後又休息了幾週 兩三週之後再重新開始第二次訓練 我覺得體能上面沒有掉下來太多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要準備全馬 還是要拉12到16週的以上的時間 會是比較充裕的 然後週間的課表安排呢 也不要一下就突然量加太多 身體有可能會適應不良 那可以每次以週跑量增加可能5到10公里這樣的目標 來慢慢讓身體適應把里程往上堆疊 那一個禮拜的訓練 就是一次長距離一次強度 間歇跟一次的節奏跑 其他天都是慢跑來代替 我覺得對於圈馬的準備來講 就已經非常充足 那如果你是可能想要完成圈馬而已的話 那我反而覺得你可以把 就是強度的這個間歇可以拿掉 你可以跑節奏跑 跟一個比賽的長距離 其他天都是慢跑 我覺得這樣也是非常足夠的 OK 講了那麼多比較硬核的這種訓練分析 這次跑賽前其實目標要跑2小時52、53 那當然中間有遇到一些狀況 大家已經看到上一次的影片了 所以比較可惜 但最後我覺得還是有在2小時55分達成 還是有突破我自己的個人圈馬成績 還是蠻令人感動 然後過程也是覺得很激勵 終於把我這幾週那麼認真訓練 努力付出的時間 有一個很好的回歸收穫 然後達到一個我自己目標的成績狀態 當然接下來究竟可不可以順利達到 波馬的申請資格 就聽天由命了好不好 我已經把這個成績登記上去了 如果到時候可以順利達標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但如果真的很可惜沒有辦法去 波馬的這個機會的話 那我們就只能第三年再重新準備一次 所以接下來我還是會持續訓練 然後持續在備戰柏林馬拉松 跟年底的台北馬拉松 那紐約馬可能就會比較是 for fun 的心情去跟大家分享 因為紐約馬比較難跑要上很多次橋 要突破成績應該是比較困難的 ok 講完訓練的部分 我們就來講 黃金海馬松我究竟花了多少錢 接下來還是更萬眾矚目 期待很久的就是 到底我去黃金海馬松花了多少錢 當然這個聽起來可能沒有剛剛的這個 那種這麼沉重 但對我來講 河爆也是蠻沉重的 畢竟也是花很多錢 我這次呢 黃金海馬松是自己去的 所以 我報名時間其實是比較晚 那黃金海馬松的報名騎乘 它其實越早報名 其實是越便宜的 那我查了一下官網的資訊 最早報名 應該是180澳幣 然後它會越靠近比賽越來越貴 180、19 然後215是最後階段 那大家就直接成員20 就大概是台幣的費用 所以如果你是最晚報名 215澳幣成員20 大概就是4000出頭 那我自己這一次 因為是已經到 倫敦馬之後5月初 其實已經距離比賽不到一個月 還是兩個月 決定要去黃金海岸的 所以其實是很晚很晚才報名 我在官網後補已經是後補不到 所以我後來是跟旅行社報名 大概我買純名的是4500元台幣 其實相對起來 相比於其他的六大馬那些比賽 已經便宜很多了 因為其他比賽的報名費都是更貴的 所以報名費大約是4500 最貴最貴就是4500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黃金海岸的話 早點報名其實是費用上比較便宜的 大概就從3000多到4000多都有可能 那第二個就是交通 我這次交通 因為其實也是很晚才決定要去嘛 所以訂機票的時候沒有什麼 長榮華航的這些直飛了 因為直飛都只剩下比較高級的倉等 大概就是要5萬塊左右的機票價錢 那我覺得那時候有點太貴了啦 所以就決定我去搭轉機的這個航班 費用上可能可以稍微省一點點 所以我後來是搭國泰航空然後我是到香港轉機 到布里斯本 所以這樣的機票費用 實際最後我的結帳金額是38000多元 38377 所以其實相比於實際直飛的話 大概可以省個1萬出頭的費用 但其實如果你早點訂機票 就是如果你現在決定明年要去 明年黃金海岸的話 或許現在訂機票應該是不用這麼貴的 所以我同行的朋友大概有訂到35000多的 華航長榮的費用 那從布里斯本要到Gold Coast黃金海岸 大約還要做兩個小時左右的大眾交通工具 所以其實蠻遠的 那這次去我們剛好還會遇到一些 就是在修路還是什麼 反正鐵路沒辦法直達 中間還轉了幾次的公車或是巴士 那我們在黃金海岸當地的交通 就是搭一個叫輕鐵 它有點像是我們捷運這種概念 然後大概可能10分鐘15分鐘一般 那我們當時候搭這個費用 因為我們沒有買它的卡 我是用信用卡刷的 所以它單次的單趟是4.9澳幣 其實算起來蠻貴 一次就是要100塊台幣左右 然後當然你在時限內可以 就是來回搭乘 可是它單次這個收費 你還是會覺得哇 我的交通成本其實蠻高的 那在當地黃金海岸其實小小一區 所以後來幾天我們就都是用散步的方式走 因為其實走路可能15-20分鐘可以到 那當然搭車是可以更快一點 那接下來就是住宿 那這次我總共去的天數在澳洲 實際有住到飯店應該是4個晚上 就是我會在不疑市民住一個晚上 然後在黃金海岸住3個晚上 那除了在4個晚上之外 我前面有一天跟後面有一天 應該都是在飛機上度過的 所以我總共去的這天應該是7天6夜 可是2天在飛機上 然後有4個晚上是在澳洲 那不疑市民我比較便宜 因為我到澳洲當地的時間是晚上快12點吧 11點半 如果我當天要直接從下飛機 從布里斯本直接坐計程車到黃金海岸的話 因為剛有講坐車時間可能要一個多小時 所以坐計程車的費用應該蠻貴 我後來聽一個香港跑者講 他坐車的費用應該是300澳幣吧 所以我後來選擇比較 我自己覺得比較聰明的方案 就是我在那邊先住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早上再坐車進去 因為住一個晚上的費用 我是住青年旅館 當然可能有些人不能接受 但是因為跟大家有那種通鋪嘛 一個晚上才1700多塊台幣 就相對來講 只是要睡一個晚上隔天就走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選擇是比較好的 那我後面第二個飯店 住的是比較高級的 是四星級左右的連鎖飯店 然後我住的總澳幣是1100澳幣 大概折合台幣是23000多塊 所以三個晚上23000多塊 一個晚上大概是7000多 但我覺得整體是比較舒適 而且比較高級的 但它是沒有含早餐的 所以早餐我們是到外面買 可能就是咖啡喝個咖啡 然後吃個可頌這樣 但以住宿來講 我覺得是真的偏貴 但當然有更便宜的選擇 那我那時候覺得 既然要來這邊跑好成績的話 睡眠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就訂了比較好的飯店 然後住三個晚上 那當然它的交通 或者是它的飯店整體 都是滿乾淨 而且機能性很好的選擇 所以光是住宿交通 還有吃的不算的話 還有比賽報名費 我大概就花了6萬8千塊 在我的機票 然後還有住宿 跟我的比賽名額就花了6萬8 那有更便宜的選擇 一定可以住在更省一點 但當時我想說要拼成績 所以我就選了還OK的這樣的情況 那吃的就沒有算 其實當地吃的消費 我覺得也算是比台灣貴一點點 就是實際的消費應該 我想我自己有點忘記 因為那時候都是別人請我吃飯 所以實際 我自己刷到卡的機會沒有到很多 但是我看他們結帳的時候 平均一餐 就是我們兩個人吃飯 也通常是大概1000到1500左右 就相對於台灣來講 可能稍微貴了一點點這樣 沒有啦就人情債啦 對後來我就是幫他拿水啊 提行李這樣 儘可能把這個債還掉 還是要有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因為這一趟我是自己去 所以遇到蠻多不方便的事情 像是我這一趟因為跟旅行社 但是我是個人的指報名名而沒有跟行程 所以當時其實在跟旅行社接洽的時候 就有一些些小BUG 就是像我的號碼簿 其實我到Expo去報到的時候 是沒有拿到我的號碼簿的 所以我後來又跟了台灣的旅行社去接洽 然後又轉介到國外的旅行社 反正就是打電話來回了好幾次 才找到我的號碼簿 那這就有點麻煩 因為我想說為了省錢嘛 但是這就變成多了很多的行政溝通的成本 在找我的號碼簿這件事情 那到當地也需要自己從布里斯本交通到黃金海岸 這個路程其實真的滿麻煩 因為像這一次遇到是剛好有澳洲朋友帶我 不然如果我自己去的話要轉公車又要轉巴士 後來又要轉地鐵火車 其實真的會找到有點混亂會亂掉的這種情況 那吃飯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住的附近雖然已經很熱鬧 可是因為當天是比賽嘛 所以就有很多世界各地的跑者都來到 黃金海岸或是創造者天堂這個地方來住宿 所以你吃的東西就變成你都要提早定位 或是你到現場可能要後衛一下時間 然後吃的也選擇上可能都是比較 就是真的是觀光客吃的 如果比賽前吃你可能就要顧慮一下你會不會有一些腸胃不適的問題 像我比賽當天就還是沒有到很順利的排泄 如果有跟旅行社的話 其實是還不錯的選擇 因為自己可以省去很多這種需要煩惱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其實一個人來 然後要戰戰兢兢的從布里斯本到黃金海岸 中間還需要用我破英文跟大家溝通 對於專注比賽這件事情上 你還要擔憂很多其他的吃住的這些生活 所以接下來九月份的柏林馬松 我參加了熊吃旅行社的馬松主題旅遊 才可以減去這一切不方便的一些原因 那我覺得跟團最大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減去你在參賽之前這些行程規劃上 需要很騷腦的去準備這些事情 像是保證名額有些賽事就不好取得 那如果你跟團就可以直接解決 那在當地的吃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比賽前大家盡可能希望乾糖可以超補多一點 可以吃更多的碳水 那如果你自己找餐廳可能就沒有這麼方便 這時候跟團就可以解決這一切問題 那除了吃之外再來就是賽前報到 賽前報到熊吃旅遊也會有專門的領隊來帶領 那Expo也不需要擔心你可能會有號碼不疑似的問題 如果這些東西都可以交給旅行社 我覺得就可以減少很多賽前的煩惱負擔 那最重要的是接下來 他們在下半年有很多場其他的熱門賽事行程 如果大家剛好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參考熊吃旅遊的這個馬松主題方案 那相信大家看到現在可能還沒有點開網站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熊吃旅行社怎麼可以參加的馬松行程 包括明古女子馬松 首爾馬松 青森櫻花馬松 布拉格馬松 黃金海岸馬松 雪梨馬松 阿姆斯特蘭馬松 還有紅酒馬松 當然包括有身為跑者的最終夢想殿堂六大馬 那六大馬包含波士頓馬松 柏林馬松 還有紐約馬松 也都收錄在熊吃旅遊的主題馬松賽事當中可以來做選擇 好啦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黃金海岸馬松花了多少錢 跟前期的訓練準備是用什麼樣的課表來做應付 當然接下來我下一場比賽柏林馬松 也即將在九月底登場 其實現在算一算好像沒有多久耶 大概剩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所以現在又要重新開始訓練週期 那台灣現在的天氣真的是蠻炎熱的 所以只能更早起來了 那黃金海岸馬松我覺得也蠻推薦大家去試試的 因為天氣真的是非常舒適 然後賽道來講也都是非常平坦的 我覺得對於你想要拼成績的話 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那現場當地呢 其實黃金海岸周邊的景色也真的是很漂亮 蠻值得推薦大家可以去黃金海岸試試看 好啦 我是你的家長哲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對於我們這次黃金海岸馬松 你有什麼樣更多的心得或者是疑問 歡迎在下方留言我也會來回覆大家 當然也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我是你的家長哲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